点击上方蓝色字体关注置顶,时尚产业高管每月必读的早报及运行,01,阿玛尼产遭国内代理商抛弃,去年中国市场亏损近次千万,和美集团27日晚间发布,宣布奇二级全资子公司,上海欧兰级二级控股子公司真乔时装,你与乔治阿玛尼上海商贸有限公司签署资产收购协议,根据协议内容, 上海欧兰级真乔时装,内进一步高于2.1亿元的交易价格,将其所持有的阿玛尼品牌部分存货,及相关固定资产,注售给上海阿玛尼 其中,上海欧兰2016年秋冬至2018年秋冬存货回购价值为6752.02万元,相关固定资产回购价值为4302.19万元,真乔时装 2018年秋冬存货回购价值为4451.08万元,相关固定资产回购价值为5488万元,上述交易后,除在双方月定的过渡期,及继续销售胜利阿玛尼品牌存货来,上海欧兰级真乔时装将不再开展阿玛尼品牌新业务运营, 赫美集团则预计产生约2500万元的账面损失,在截至9月底的前三季度内,乔治阿玛尼上海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收入为3.92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为621万元,2017财年,该公司营业收入为5.41亿元人民币,净亏损为3704万元人民币,相关阅读 02,中国游客消费减弱,Tiffany第三季度收入表现不及预期,在截至10月31日的第三季度,美国奢侈珠宝品牌Tiffany Code,收入同比增长4%至10.1亿美元,科比销售额增幅为3%,不及分析时预期的5.3%,净利润则较少年同期的1.02亿美元下降至9490万美元, 集团在财报中表示,科比销售额不及预期,主要受美国等市场中国游客的消费欲望减弱影响,财报发布后,该集团股价,大跌11.45%至92.98美元,目前市值预为113亿美元,相关阅读 03.03,GAS第三季度收入增长于10%,但亏总扩大或面临欧盟职额罚款 在截至11月3日的第三季度,美国服饰品牌GAS销售额同比大涨10.3% 至6.05亿美元,超过分析师预期,但亏总扩大至1340万美元 首席执行官Victor Herrera在财报中表示,第三季度GAS在全球所有地区的整体销售表现成绩及态势 这反映出品牌的全球实力和与年轻消费者的关联性不断增强 不过,GAS近期,一直在配合欧盟委员会关于是否违反了竞争规则的调查 最终或面临一笔3700万欧元,至4060万欧元的罚款 04,转型策略生效这,只有第三季利润大涨于13% 在截至11月3日的第三排季,美国服饰品牌G,只有销售额同比增长7.4%至1.74亿美元 同点销售额增幅为1%,净利润则大涨13.5%至670万美元 均超过分析师预期 首席执行官Linda Hesley表示,第三季度的业绩表现,意味着其转型策略正逐渐生效 与此同时,该品牌首席财务官Dave,Biz将于明年4月30日离职 05,孤存涉嫌逃税10亿欧元,或面临意大利简报起诉 据入透社原面消息人士透露,经过一年的调查取证后 意大利米兰简报认为孤存涉嫌逃税10亿欧元,准备就该案正式提起诉讼 据悉,除非双方在未来20天内达成一致解决方案或有新证据表明 孤存没有违法,否则此案将被提交给法院处理 据悉,孤存在2010年至2016年间是通过设计瑞士的 分销及物流管理公司Luxury Goods International申报营收到 但米兰简报称,其应该在意大利脚帅而非瑞士 目前Gucci, CEO Marco, B-I-Z-Z-A-R-R-I 和前任CEO Patrizio Di Marco正在救逃税问题接受调查 开云集团表示对Gucci运营模式的正当性和透明度有信心 会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调查 相关阅读,06,巴黎湘街迪欧精品店遭抗议者洗劫一空损失 或超过100万欧元,受由燃油税引发的抗议活动影响 法国湘谢利社大街上的奢侈品牌们在过去两个礼拜饱受折磨 据一段最新曝光的视频显示 位于改街道上的迪欧精品店大部分储藏在暴乱中 被身着黄色被心脏抗议者砸碎 并洗劫一空 袭击发生后 Dio立即对参与抗议的群众提起诉讼 损失预计超过100万欧元 据悉 除Dio外 还有约30家奢侈品牌门店遭到同样程度的损害 07,被Michael Kors收购后 Visaltry全面改造升级品牌门店 在今年9月被美国奢侈品集团 Michael Korsi 21亿美元收购后 意大利奢侈品牌Visaltry的转型升级计划正式开始 即将对全球精品店进行彻底改造 为此 Visaltry特别把国设计师 Gwena Nicholas为其门店重新设计形象 包括装修和布局等 Gwena Nicholas是日本设计工作室 Curiosity的创始人 此前曾与Monet和Valuti等众多奢侈品牌合作 08,中国成为亚洲最大跑步市场 去年被迫在下架的Brooks跑鞋去卷土重来 随着马拉松比赛重新在国内兴起 中国一跃成为亚洲第一大的跑步市场 目前跑步人口已接近3亿 中国跑步装备市场的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为此 于去年进入中国仅三个月就因商标问题 而被迫下架和美国专界跑鞋品牌Brooks正计划全土重来 其与安踏的商标中以正向好的方向发展 Brooks拥有超过一百年的历史 在全球五十多个国家销售跑鞋 服装、运动文凶和配饰等专业运动装备 今年前三个季度其全球销量增长率创立实性 新考鞋全球销售额环比增长32% 09 力标品牌 以2000万美元出售中国内地童装业务 力标品牌昨日宣布 即将通过其全资附属资公司 以2000万美元出售其下国内儿童服装批发业务 及力标上哈在中国内地经营的童装生产 必发及零售业务 公司表示 出售可令集团避免承担应该业务表现千佳 而导致的营运亏损风险 释放资源集合公司专注核心业务 Shan Azix任命 Under Armour前高管为美国市场销售副总裁 日本运动品牌 Azix之前宣布 其以证明 Under Armour的 Sean Mannion为美国市场销售副总裁 负责领导和监督品牌在美国的所有商务职能 并加入其执行领导团队 此前 Sean Mannion是 Under Armour的总经理兼销售高级总监 还曾在Mike和Sagani工作 拥有近20年的写女零售经验 11.Selena Gomez与Puma合作的首个系列将于下月发售 据外媒消息 90后歌手Selena Goenazoo德国运动品牌Puma合作设计的首个全品类系列 将于12月12日正式面试 出新款Skromer运动鞋版 系列产品还涵盖以黑、白、灰为主色调的紧身裤 短裙以及运动服等产品 目前 Selena Gomez是Instagram上粉丝 最多的美国明星之一 粉丝数达1.44亿 此前已和Puma合作推出过两款运动鞋 12.意大利奢侈品牌Valentino入住街猫开设旗舰店 Valentino之前已正式在天猫开设官方旗舰店 订入住舍制品专享平台Luxury Pavilion Valentino天猫旗舰店涵盖蓝装、褥装、鞋铝、包袋、配饰等全线产品 数量高达上百款 为与天猫合作 品牌还特别推出了包括印花运动衫、穿出紫绣短裤和Lux 运动铁在内的五款独胶单品限量发售 据数据显示 Valentino去年销售额同比增长5%至11.6亿欧元 Ebitda 同比下跌7.7% 至1.9亿欧元 业界预计其估值 约在25亿欧元至35亿欧元之前 早前有消息称 哥群姆公司开云集团 正在与卡达二皇室控股的Mai Hoolie 私募基金叫Valentino的收购事宜进行商谈 13.海南领导免税额 半辈至三位今年12月1日执行 为实时更加开放便利的领导旅客密税购物政策 促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国家财政部 海工总署 税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 对海南领导旅客密税购物政策部分内容 进行了调整 相关政策自今年12月1日执行 根据公告 将离岛旅客包括岛内居民旅客 每人每年累计免税购物限额 增加到3万元人民币 不限次 14.传阿里巴巴旗下淘宝内册 接入小红书 据一帮动力援引消息人士透露 阿里巴巴旗下手套 已经开启新一轮内册 商品客实现与小红书内容的打通 根据部份商家提供的截图 商家可以在装修后台装修 与当前商品相关的小红书内容 但没有对内容的决定权 呈现内容有算法推荐 据了解 半轮内侧自商周开始测试 已有不少美妆品牌参与其中 值得关注的是 小红书于今年6月 获得了由阿里巴巴领头的超过3亿美元财务融资 不止超过30亿美元 据悉 金沙家创投 腾讯投资 寄决资本 原生资本 天途投资 金格基金 K11正志刚在内的新老投资人 全部参与了此文融资 小红书由渠方和毛文超 创立于2013年 截至2018年5月 用户数已突破一亿 其中90和95号 正成为最活跃的用户群体 15 微博第三季度收入大涨 44%活跃用户近4.5亿 在截至9月30日的三个月内 微博净营收 同比大涨44%至4.602亿美元 广告和营销收入 同比大涨48%至4.093亿美元 增值服务营收为5090万美元 同比增长18% 净利润同比大涨63%至1.653亿美元 今年9月 微博约活跃用户数较上年同期 近增约7000万 达到4.46亿 平均与活跃用户数较上年同期 近增约3千万 达到1.95亿 Headlines of today Tiffany Consportly Sales missed estimates A source of lowing Chinese economy Prompted Chinese tourists Conspor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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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r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spor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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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某这样的传统平面媒体 如今要思考的是如何利用社交媒体创造更好的内容 安娜 溫兔 11月 要文回顾 12345678 910121314 1516 1819 202122 2325262728 全球时尚新闻第一时间送达 长安二维码识别加关注置顶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咯